哈喽大家好我是白鱼 我们来看一下8月24号的运势对12星座的影响 最幸运的星座第一名双子座 双子座今天呢可以发挥你隐藏版的技能 那你的哪些技能是不为人所知的呢 或者说你前一阵子默默的在做一些努力是在做什么呢 今天你可以看到新的可能新的成果 这跟你长期的准备有关 所以好好地去享受今天的收获 第二名水瓶座水瓶座在最近 你可能会发现说我在找自己的各种可能性 所以也许你的环境变化了 也许你的生活的周遭的习惯也变化了 或者说你是不是出国了呢 你有新的团队呢 拓展能力的时候就是现在 你有金钱入账 而且可以平衡周围的资源 只是最近用心一点 今天会有好运气 第三名处女座 处女座能力好的时候呢 你发挥起来特别的顺 今天就是这样的好日子 所以呢把握今天的日子 不管是你去恋爱会找到好的契机 还是你在合作的时候可以找到很好的互补的机能 今天只要多观察 你的幸运是随时陪伴你的哦 接下来需要努力的新作 第一名巨蟹座 巨蟹座今天在合作上面 其实你会发现 很多事情怎么就还没有开始 或者说不是即将推动了吗 怎么好像停下来呢 我觉得很多合作方面 你已经酝酿很久 叙事待发 只是呢还需要多一点耐心 因为呢你看得很远 这件事情一定成没有错 只是最近近期的一些细节 是不是要多照顾呢 考虑一下看看哦 第二名双鱼座 双鱼座在整个团队方向方面 需要你多花一些心思去整合 大家也许大方向策略没有问题 只是问起来每天要做些什么呢 每天一些KPI啊 一些目标的方向 是不是有特别互相去知晓 或者告知一下呢 多去跟对方互动一下 对你们来说效率会提高哦 第三名天蝎座 天蝎座呢 你最会做准备 今天就是做准备的时候 我相信你把大格局把握好 然后把所有周围的资源 可以好好的去运用起来 你做到心中有数 你一定就可以把自己的心里 也放得比较平稳 比较会有安全感 今天我要送大家一句话 回归内心真实的感受 才能创造新的可能 我们今天要一起加油哦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